好像FTA稍微要快一点 我这里直接拳击 RXLive的选手 用拳头将对方报头 但是龙四哥立刻拿到了一个喷子 进去换赞来不来得及 他淘枪了 这个时候对面的人看一下AZ 老橘是连连得手啊 这里开局上FTA优势很大 目前仍然没有任何人员的折损 兄弟们还没有上 第一时间第二时间再过去 对方AZ你炸好枪先喷一个 再一个 卡住了卡住了 这是在楼击口 这协同没做好啊 这给了flashbump以后第一时间没上去 他也来flashbump 哎呦 旺仔这里的话也是淘汰掉了AZ 是的旺仔和老橘在这拨交货里面 是占到了很大的便宜 实习过来看看能不能 他的一个拓展多多少少 还是因为rodean还是有一些影响 而且影响挺大的 你想他现在只有两个小点资源 见了兄弟们了 过来追击一下 哎呀 杨阳这里是上车以后 857来的这个速度比他想象中更快 被留下来了 还是让DSS这边先 有没有可能确实是因为车之前也没有挺好 也没有想过第一时间可能在龙几山上有这种第一时间的遭遇 是的 这个我觉得就是投车走之前一定要喊 这个本队有要快要上车了你再走 不然你这辆车都动了 那敌人就知道你的目的 你的想法 就暴露出来了 地方布阵 天霸是直接穿过麦田 贴脸了 FTY这边 杀公鞋接了 2004 资源也来了呀 有物资了 是的 这一波贴脸如果能打赢的话 FTY将会得到重要的补给 现在FTY应该是已经拿到六个淘汰了 很爽啊 哎呦 这一下 哦 龙死根 我觉得正是时间节点的原因 2004 是的 这如果2004不是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马上圈盒的时候选择动的话 这FTY已经去了四网 自补给 这个物资 你看刚才这个老橘的副枪还是一把喷子 对啊 这一下 八倍进龙死根 再来吗 这可是八倍进的龙死根啊 这就是八倍进的龙死根 龙死根 无敌 一上来FTY八个淘汰 是的 哇 这个是圈的位置和地形上来讲是比较无敌 他可能拉出去看的那种离掩体的位置会稍微远一点 是的 感觉兄弟们上来打的其实都还挺合了 最终看右上角的这个信息啊 牛HAPPY和FORM还是有这种圆点对枪的情况 对面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不带圈了 那小鹿怎么办呢 高的V这边过点 漂亮 先打一个风风 鲁尹 感觉过完年以后这个7.62压的也是很想要补人 方位是准了 哎呀 高的V的雷 你看上去是小鹿的V视角 我刚刚看不是小鹿拖手 反正是两个雷一起响的 当时 蹦蹦 有双响炮 是的 这样一来的话FORM是成功的突击了 哇 那是 XLG的话就溃败了呀 在皮城里面 是的 大金 只剩大金一个了 大金 过来应该是想拿一分 我这个信息 这个强身信息被FORM捕捉到的话 看他们载具有没有拿出来 对吧 他可能有机会再来拖 这边 FORM有两辆车 嗯 啊 焦阳直接是远程 很难受 是的 这个放倒信息 还要再整顿一波 再倒一个 又是一枪 萧英的大炮 哦 哎呦 感觉焦阳完美融入 完美融入天路 成了一个炮手 就免倒了 但问题不大 还在圈内 双方开始互相炮击 哦 你这一最多两门 被左右夹了呀 这个时候 是的 进点直接突击 啊 牛海皮是直接完美守住 能控制韩国坡 FORM也果然是趁这个机会 对 趁这个机会 然后直接去打了KRG 这个术后的投资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 时间很紧 时间很紧 马上牛海皮感觉就要过来了 主要是旁边 FORM怎么把自己炸倒 这个应该是枯当藏雷 被打倒了 哦 被楼顶的B cup 直接洗了一波头 是的 这个位置确实是被受到的干扰会太多了 是的 这里导致阵型没有办法展开 是的 你看这个时候牛海皮就舒服服的过来 进行收割了 是的 刚才其实FORM也知道这个 因为牛海皮那边打得太快了 他来不及了 必须要立刻突击 17 在限制牛海皮对KRG的一个进攻 好 斯科 再拿周品颜 好 又是这个位置 又要吃雷 牛海皮得手 但周品颜是被补掉了 被17补掉了 反正谁过来进攻的话 这头上的人肯定都是不会轻易放 是一手不怎么样的牌 你看我们之前一直在看 就是韩国波这边的一个战斗嘛 你再看南边 对外附近 之前CD是满边 是的 现在就只有两个人 对 无畏和 Monkey King 近年的进攻啊 我熟悉的 idea 17 但是是被带走 被李白带走 啊 这个速度门口被直接透烟 无脑臭 张扬拿了这个魅控以后 你看他输出的多开心 是的 多奔放 铁娘 宣布人 猫里 没东西了 被一个预判雷给炸到了 是的 但是这个厕所门口根本就不敢走 走不动 他先不打悟空 等你先冲 崔潇 过来准备认雷 稍微慢 0.1秒 我感觉直接被炸起飞 是的 好悟空这边反向过来 以比达 SCG 那天霸这个时候开心的 打呀 快点打 你脚上的人 我打一个过点就行了 术后位置被锁定 是的 悟空这边是打赢了 那天霸要腾住手来处理悟空 是的 因为17现在还要去解决 进点的New Happy 是的 所以暂时不会顾及到 就是天霸他们这边的一个作战 一波高打低 17 对方的闪光弹 投掷物一直在忽脸 已经啥都听不见了 是的 实际时候已经是被幻神给放倒了 双方形成一三打三 这个时间内肯定是没有机会再去扶人 进点已经来人了 这个手雷的杀伤力很足啊 明灭 把宿久给炸倒 New Happy 低打高啊 在这里居然是三打四完胜 是的 这个时候17一看情况不对了呀 再往下压的话可能 没有太多的输出空间了 说实话 是的 位置都被New Happy给占出了 正面上面还是有一定的 在这一波的战斗里面是展 展现出来New Happy 在正面战斗上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是的 这个正面能力太强了 说实话 我刚刚其实是一个时间游戏 就是New Happy 需要在天霸 崩溃之前活着 他哪怕倒人都没关系 我只要活着 因为天霸很快就不再圈了 天霸受到的威胁还挺多的 对吧 压力又减少了 现在这三个队的心态是什么样 New Happy是正面打得好爽 X2是这把杀得好爽 对 然后天霸是这把扣得好爽 窄边好舒服 是的 因为我们圈一的时候就说了 他那一侧其实是一个弱侧 对 他非常没什么人 对 但从这个位置再往前走的话呢 我觉得天霸的位置可能是 好像是最差的 会容易被两边又淘汰了 我的天 旁边老菊手里也有一把魅控 这FTY真是鸟枪换炮 从一开始的这个四房穷鬼 现在你看 他知道 等会儿就是一个被加的位置 直接过来一臂打 要打就打 场上最硬的一臂打过来 先打一个不良 车开出去了 三大 静点 交易要三条 打一个没过 打一个一瞬间 天霸直接淘汰掉了FTY 哇 这场上石榴杀队伍 被天霸直接正面给冲了 这天霸还是以前的天霸吗 他再也不是图一乐了 不乐了现在 好强 太猛 这个拉手 不是 这个拉手 其实会让天霸很难受的 是的 就放到两个 最后 三打一 没什么